一直有粉丝啊 让我尝一尝海南的暴罗粉 这个暴罗粉我还真没有吃过 咱们现在去找一家试试 看看怎么样 猪脚饭 盐鸡鸡鸡鸽子汤 台湾手抓饼 暴罗粉店 嗯 就是它了 就是这家了 暴罗粉店 很小的一个店 暴罗粉 那个暴罗粉是辣的还是不辣的呀 辣子有点辣椒 我就坐边上来 你来个大份的 大份的 这种的是暴罗腌粉 暴罗汤粉 海南腌粉 这就是暴罗粉 带汤的暴罗粉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带汤的好吃 还是不是带汤的好吃 我就叫一个带汤的尝尝 它这里面啊 有笋 花安豆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雪菜 然后瘦肉 香菜 别的方法就没有什么 它笋还是蛮脆的 除了和那个 螺素粉比起来啊 除了那个臭味 没有那么大 其实味道差不多的 这里面最好吃的 我觉得是这个笋 可以很好的 就是这个粉啊 太碎了 都断开了 这就不好 所以实话啊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翻车的暴罗粉 反正我感觉 没有那个螺素粉好吃 吃完了 来这里边呢 好多的 找点别的什么吃吧 刚才那一大碗 18块钱 我竟然没有吃饱 可能 我来的这家 是不是不太正宗呢 还是怎么的 给我的感觉啊 低于我的预期 以前我吃那个螺素粉的话 我感觉还是挺好吃的 就是有点臭臭的 但是臭的也香啊 对吧 但这个的话呢 就感觉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吃 我不是黑这个粉啊 怎么讲呢 可能不符合我的口味 是有滋有味 但是的话呢 没你想象当中那么好吃吧 我再去找点别的吃 不过这个街头 还是蛮漂亮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能吃饱我 这是鸡翅还是鸭翅 这是鸡翅包饭 这是鸡翅是吗 这个多少钱 12块 12块 这个呢 5块 5块 这个不要饭 单独的要这个行吗 都是有饭的 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怎么卖一块 辣的这个是是吧 这个是不辣的是吧 你吃个超辣的方便 都知道 到长生 现在不用去吃了 好想吃 吃什么呢 吃什么呢 来个鸡翅包饭 我决定了 拿一个肠吃 就来一个小的臭豆腐 这是热的是吗 嗯 这小份的好了是吗 嗯 这大巴的 打包吧 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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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吧 除了那个辣椒 其他的都放了是吧 里面有热管的 我看怎么清糖刮水的 里面 啊 没有那个汁料之类的吗 料在里面呢 料的都是压在压在中间里面 压在中间 好 我以前吃的那个长沙 压豆腐啊 都是那种酱汁 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水的 你知道吧 我们 也是用了它酱啊 到时候这里不吃 人家不吃 温和干 吃 到那里 现在我们的 行吧 好好好 打包回家吃了 本身想吃那个蜜汁鸡腿饭的 但是的话呢 因为它里面有饭 我想带要鸡腿 人家不卖 鸡翅 我因为我买了那个饭嘛 我吃不了 所以说就买了一个臭豆腐 买了一个这个肠 这个肠的话挺贵的啊 五块钱一个 在别的地方的话 在这种肠一般是三块四块 这个臭豆腐啊 也跟我以前吃那个肠上臭豆腐 是一样 以前吃的那个都带酱汁的 它这个是清水的 不知道好不好吃 走啦 在这吃了 在这吃了 拿回去了 凉了都 这个肠啊 他撒了那个料了 不撒料的话 就好了 你撒了料就有点咸了 可在网上买 那成大的那个 一样的 那五块钱 一点贵了 咱再看看 它这个正宗的 湖南臭豆腐 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啊 比进来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啊 反正这里边的话啊 就是那种清水似的 然后豆腐还挺酱样 还可以 还可以 汤也比较鲜 但是不放卤汁的话 总觉得 好像口感差点了 有点 干干的 我自己个人口感的话呢 我还是喜欢吃那种 带卤汁的你知道吗 它就是我这个里面的话 没有放辣椒 放辣椒的话呢 会更好吃一点 豆腐还蛮大块的 今天吃的这三个小时啊 唯独这个臭豆腐 我感觉口感还好 味道比较好一点 那个暴炉粉的话呢 呃 综合来讲 中等 啊 中等 不好 不是特别好吃吧 也不难吃啊 还可以的 这个肠 稍微偏贵一点 它放了那个 面了啊 那个胡椒面之类的 太咸了 回家了 咱们下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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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